香港現在65歲以上的人 已有一百二十多萬 十年內是多一百萬 無論重鋒或影子障礙症 這類型的長期病患 其實比例都是上升 遠赦起不及 或者照顧人手 即是無法提升 我便會覺得 居家安老的復活 是一個很大的取勢 有一個很大的需要 公司是專為退休人士 及病患人士 重新規劃到居家安老的生活空間 第一次需要出院的照顧者 他們安排父母出院時 其實有很多問題 我們便希望提供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幫他們有評估、設計、復康的建議 照顧的需要 幫他們重新規劃 第一次疫情 其實當時也看到 很多舊式的大廈 例如水喉、氣候、漏氣的情況 疫情底下有多的查詢 我怎麽樣可以很快 改裝一間屋 或者請到適合的人 或者調整照顧者 去做照顧 所以當時也拿了政府 一個叫社創基金的撥款 也做了500戶長者的 衛收水管 加檢查水管 以及憑消毒塗層的服務 特別在第四、五波疫情時 很多朋友會重新想過 即使我有患病的家人 是否一定要住院者 不能探望 情緒會低落 全香港有這麼多院院 可能只有兩間院 完全沒有人 零確診 坦白說 做長者的房屋設計 裝修或照顧服務 是不太吸引人的理由 但當然有一個很乾淨的需要 差不多十年前 因為有照顧家人的經歷 想當時覺得 你需要用很多時間 逐個服務去比較 但作為照顧者 你可能有份工作 你也有照顧家人的壓力 家人的情緒 你也要做很多決定 我爸爸那時 他過身後 我就覺得 可不可以真的發展這個服務 幫到其他有需要的朋友 事前項目 我們基本上 一年可能做幾百個獨居 兩類好的長者 在家裡有些日久失收 令他們有很多電腦風險的東西 透過跟一些大專院校的合作 其實都會訓練一些 青年居家安老大使 他們會學會怎樣做家居評估 一個是長者身體的需要 又或者在家裡有什麼陷阱 令他們有跌倒複險 另一個部分 我們會訓練他們 評估一下家居有什麼需要維修 另一個慈善項目 就是我們暑假長者家居設計工作坊 我們的設計師 和大專學校家居設計背景的學生 走訪了一些長者的單位 例如以去年為例 青道認知障礙症 的一些取身車的概念 去做一些家具給他們 亦都會送給他們 但的確是需要多些青年朋友入行 護理員 通常可能是見50巴士的姐姐 很少見到年輕人 但如果你對比入門 很多年輕人是願意入行的 可能訓練你會覺得 阿姨是一個很高的專業性 你亦都會看到你的專業服務下 和長者如何有一個優養的環境 譬如公司為何會投放資源 和很多大專身合作 希望他們有一個實戰的體驗 去吸引他們 無論是義工或畢業後 會否都考慮入行 亦都可以帶一些新的元素 在我們長者服務 現在的資源 會否擺放在機構養老軟舍服務 社區照顧服務的比例不足夠 如果上門牽涉到人手又會多 那夠不夠受過訓練的人 提供這個服務呢 無論我們有這樣的任務 我想家居不會設計得這麼軟舍的感覺 但夠不夠足夠的現材產品 現在是幾個範疇都要進行 其實是需要整個生態圈 大家去貢獻才可以做得到 既然幫忙抹一下公共空間的東西 或者家裡抹一下這副手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独康的一部分 亦都會對於整個生態圈 亦都會有新婚的影響 我們說是整個Live Experience 即是在居家的經驗 在居家的經驗後 他要怎麼生活呢 所謂居家也能夠 如何生活成一個軟舍 我們希望這個環境 是怎麼幫他營造到他的生活 有溫度的生活 所謂營造的 他做到的事情怎麼做呢 或者是發不發熱心的可能性 就算因為他身體的鹹酒 最後這句話 要說這句話 你們先喝喝了 哀悲 你們先喝喝的 好不慶祝